被崔永元公开合同范冰冰发声要追责,小崔霸气反击原理也准进来了。 因为15年前与冯小刚的恩怨,随着电影《手机2》的开拍,崔永元的心情最近不爽到了极点,连日来通过微博将影片的几位主创骂了遍,昨天更是一气之下公开了范冰冰的演出合同,瞬间让对方的片酬收入在网络上掀起热议,诸如此篇6000万片酬的报道满天飞。 面对崔永元的攻击以及媒体的报道,范冰冰今天上午通过工作室发布声明,要求相关主体删除侵权内容停止传播,并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。 崔永元昨天上午发布的微博截图中,显示范冰冰与某剧组签订的演出合同中,片酬为税后1000万元,由甲方分三次支付。 贴出截图的同时,崔永元还配文嘲讽你不用表演,你是真烂,用词相当犀利。 不知道是不是觉得昨天的那条微博不解气,今天上午崔永元又贴出了另一张截图,称称某演员近组四天共签下大小两个合同,明面上的小合同酬劳1000万,暗地会再收5000万,四天就能拿到6000万酬劳,直指行业天价片酬的现象。 崔永元的这两条微博发出后,火速就引爆了媒体的猜想,有人直接在文竹称崔永元说的这位,演出四天拿6000万酬劳的演员就是范冰冰。 这样的报道也是立马就引起了范冰冰本尊的注意。 对于崔永元的攻击以及媒体的相关报道,范冰冰工作室今天上午发布了一则严正声明,就崔永元的爆料做出澄清,怒斥媒体杜撰范冰冰拍摄4000片酬6000万。 声明的最后,范冰冰方面要求崔永元及相关媒体立即删除相关内容停止传播,并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。 面对范冰冰的回击,崔永元是一点不怕,下午6点18分再度通过微博发文回应,劝范冰冰绝学冯小刚,刘振云,怎么几对都不回嘴。 最后还引用了鲁迅先生的名句,你恶心别人早晚会被别人恶心,靠数钱维持的快乐过不了5月。 除了崔永元的这则回应外,袁立与另一位网友的互动也直接将整个事件推向了又一个高潮。 崔永元今天爆料某演员前大小两份合同后,一位叫Ice7366的微博网友留言称,以前袁立受访时说过,一大一小双合同是为了少上点税。 没想到的是,袁立竟然在第一时间就回复了这位网友,称自己没说过,但话锋一转又表示这种秘密不能说,意思似乎很明显。 不过,在这则互动后,袁立的话就此打住,这位网友也更改了昵称,估计也是怕炎火烧身吧。